在一棵十几米高的树上,正在发生难得一见的一幕。 一只花豹趁犀鸟妈妈出去觅食的时候,直接袭击了它的老巢。 那么,犀鸟妈妈能否及时赶回来救它的宝宝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花豹是猫科属下的大型肉食动物,体型四虎,但比虎要小。 体长可达150厘米,体重可达100千克。 主要生活于森林、灌丛、荒漠草原等多种环境, 适应能力非常强,不仅仅拥有着猎豹般的速度, 而且还有着猎豹不及的捕猎技巧。 主要以捕食各种有题类动物,以及兔、鼠类、鱼类。 作为少数擅长爬树的猫科动物,它会捕食树上的猴,甚至是鸟类。 向下视频中,这只花豹盯上了几十米高树上的犀鸟。 此时的它正在草丛中注视着树上的一举一动。 它正在等待机会。 原来树盖上的犀鸟妈妈正捕食回来。 它把食物喂给嗷嗷带哺的宝宝。 然而它却不知此时它们早已被花豹盯上。 等犀鸟妈妈喂完嘴中的食物便再次出去觅食。 花豹见状觉得时机成熟,便开始迅速地向树上而去。 只见它迅速地爬上树来到犀鸟的巢穴旁。 它步步向鸟巢靠近。 犀鸟宝宝面对这个不速之刻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。 通过视频画面,我们看到花豹不停地在查看鸟巢。 似乎对鸟巢的结构有点好奇,不知道从何下手。 毕竟在这么高的树上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一块石头。 经过多次观察后才把头伸进鸟巢。 看来,犀鸟宝宝在劫难逃。 犀鸟宝宝躲在鸟巢的深处,让花豹一时无法抓到。 通过视频画面,看到花豹在鸟巢摸索了一会,但还是没有抓到小犀鸟。 但它必须抓紧时间,只见它再次伸进头去。 然后不停地向更深处探去。 经过多次尝试,它终于成功地抓住了小犀鸟。 可怜的小犀鸟羽衣未全,就成为了花豹的美餐。 从视频中,我们看到小犀鸟还在拼命地挣扎。 但弱小的身躯在花豹面前根本无事于补,只能任由宰割。 只见花豹带着小犀鸟迅速地离开了树上。 而等犀鸟妈妈回来之后,看到空空的鸟巢也是尽显无奈。 它知道它的孩子恐怕凶多吉少了,除了发出痛苦的哀鸣声别无他法。 不得不说,在自然界到处充满着危机,不要以为住得高,就可以高者无忧了。 稍不留心,就有可能潮破鸟亡。 大家觉得呢?欢迎评论留言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 我是老谭,创作不容易,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帮忙长按点个赞。 谢谢您的观看,下期再见。